小姐 先站快一點 你要站在鏡子 你要站在鏡子旁邊 來 先到旁邊 來 先到旁邊 現場一片混亂 直見警銷激勵搶救 民眾也擠到前面圍觀 因為這裡不久前 剛剛發生瓦斯氣爆 是用那個液化石油氣嗎 瓦斯筒嗎 瓦斯筒 瓦斯筒 這起氣爆意外就發生在 30號凌晨4點左右 桃園市同德十一街某燒烤店 據了解氣爆發生 位置是在店家後方廚房 店內兩名員工 在更換瓦斯筒時 疑似是因為在收拾過程 突然釀起氣爆意外 導致兩名員工 正男及臨男臉部四肢 多處少躺傷 而老闆的弟弟傷勢較嚴重 因為受傷是我弟弟 員工還好 我弟弟比較嚴重 警方干地現場之後 封鎖我這邊道路 協助消防單位救災 現場有確認瓦斯筒 明明是關的 怎麼會突然發生 離譜的氣爆事件 警方也將深入調查 記者劉志展 李廷熙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